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 中国人民银行早前已经多次提示债势风险 并且在周一宣布将在近期展开国债介入操作 不过国债期货价格短暂回落之后 又再出现了反弹趋势 而人民币极其货价则是再创七个半月的新低 A股三大指数在今天小幅调整 其中户指结束了连续三天的涨势 联市成交比上一日缩减了644亿到不足6000亿 创下了近10个月的新低 内地的古债会市的相关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请到 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副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先生 来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 在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连涨第三天 并且再度挑战18000脸的大关 但是始终未能够起稳 科技股走强 带动科技指数扭转过去三天的跌势 反弹2.5% 来看报道 内地互生股市周三早盘走势分化 互指下行后维持弱势震荡 深深市场则在五盘前有所拉伸 可支撑力不足 五盘后继续下行收低 盘面上看 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 东北集团 华联股份等多股涨停 半导体板块冲高回落 财税数字化概念股则回吐走低 互指收报2982点跌0.49% 深层指收报8760点下跌0.59% 创业板指数跌0.29% 科创50指数涨0.38% 两市成交 虽量至不足6000亿人民币水平 香港股市连涨第三天 横指高开期12点后走势反复 五盘前最多上升近250点 但是随后涨幅收敛 午后维持高位震荡 中场收高 横指收盘报17978点 上升209点 升幅1.18% 主板成交1135亿港元 蓝筹股涨多跌少 港澳入境旅客免税额度提高 中国中免大涨12% 内房股延续强势 雅菊乐集团约修地产涨7% 客王股也普涨 美团涨4% 不过内营和航运股普遍走低 亚太股市受隔夜美股带动 普遍上涨 日本股市上涨1.26% 韩国股市涨0.47% 台湾股市则上升1.28%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日元会价在周三 电视不止刷了美元 近38年的新低 令亚洲货币无力反弹 人民币及其会价 再创超过7个半月的新低 虽然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风险持续升高 但始终不见有动作 高层官员也越来越少就汇率发表评论 周三没有口头干预 零日元会价的跌势不止 对美元下市162日元大关 再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对欧元刷新历史新低 对英镑也刷新2008年8月以来的新低 但即使美汇指数偏软 亚洲货币也无力反弹 人民币中间价下跌21个基点 到7.1312 刷新去年11月21号以来的新低 较市场预测的7.2633 仍然偏强1321个基点 中间价往下移 及其会价也反复下跌 中场小跌20个基点 到7.2734 再创去年11月14号以来的新低 日内波幅只有27个基点 成交不足200亿美元 盘中低位距离交易区 区间下线继续只有一个基点 离岸汇价曾经失守7.31水平 刷新8个月新低 与在岸家的价差 仍然有超过300个基点 反应市场扁值与其仍然较强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盘中处级超过8年新低 但央行提供流动性 有助台币脱离低位 中场收低不足一分 但32.632 仍然是超过两个月新低 不过东南亚货币大多在低位传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财政部 举报周三要求 承销团重新报送周五 招标续发的30年期 超长期特别国债需求 令市场对央行进场借债的预期升温 但是债券市场不改暖意 收益率进一步下行 路透社周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中国财政部要求 承销团成员重新报送 本周五招标续发的 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需求 原因是央行将开展国债 介入操作 会会导致需求变动 另外债券市场传言 央行已向大行 介入30年期国债 预计这两天就会下场操作 市场更加相信 借债脚步渐行渐进 不过消息和传言 未改债势的整体暖意 国债期货价格继续全线上扬 30年期价格攀升近0.3% 借券收益率全线下行 两支期年中短券收益率 跌幅超前 达两到三个基点 一期市场方面 财政部发行的三期国债 三年期续发国债收益率 创出2020年5月以来新低 两期贴现国债中标利率 较二级市场第二三十个基点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 在跨越后维持宽松 各主要回购利率在低位震荡 央行的逆回购操作 连续第三天锁定在20亿元的地量 单日近回笼2480亿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人行在周一宣布 将会在近期向部分公开市场 业务一级交易商介入国债 市场估计 央行最快在本周 就会在公开市场展开 国债卖出操作 相关的话题 我们请教今天的嘉宾 马权胜先生 马先生你好 你好 您认为人行如果下场卖债的话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对于近期的债务市场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的话 人行如果借债的话 基本还是锁定超炒债 就是说 目前其实 整体的从央行的行为来讲的话 认为短期的市场的利率下行的速度太快 导致未来整个市场来看的话 可能遇害你的风险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 亚航通过像公开市场的操作的 一级交易商的介入国债 然后再持有再合适的价格 把它卖出去 然后再偿还债务 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一个短期 比如说相对来说的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低的收益率 把它借入进来 然后再一个更高收益率把它卖掉 那么卖掉的过程的话 同时也会推高收益率的这方面的预期 那么从而使得价格的 这个债券价格走低 在这更低的价格的位置上 都能把这个债券得偿还 这是一个基本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来讲的话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央行不是为了做整个市场的对手房 而是最主要还是在基于 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稳定的预期 因为在收益率 债券市场收益率 如果快速下行 或者下行的幅度太大的过程中的话 那么会使得未来 一旦整体的收益率反弹 使得整个市场的久期的风险 会放得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的话 比如说在2016年 这个国内市场也出现了 这种流动性的几度逆转之后 出现了久期的风险 导致我们2016年底出现了灾灾 那么包括其实像海外的话 其实包括像硅谷银行的世界 也是在收益率极度下行的过程中 快速下行的过程中 然后去做一定的操作 然后最后使得收益率反弹 比较快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很和谐的变化 但是就是说对于债券市场而言的话 那么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利率的水平 更多的反应是居民比较大的 这种配置的需求 当然的话 其实对于基本面这方面的反应来讲的话 应该来说是有所超调了 所以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就是经济基本面可能没有那么差 只不过大家配置力量太强 就导致利率水平的下行比较快 那么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话 那么央行可能会出售 当然的话从另一层面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们往后面去看 适当的利率水平 对于维持整个债券市场的中长期收益 其实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尽管短期利率下行 会导致债券交易价格上涨 但是如果利率水平太低 那么它的持有的票息收益来讲的话 同样也会比较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央行其实更大程度倒是 维持一个整个未来的中期的市场的稳定 人民币近期继续受到被动贬值的压力 及机会价再度刷新了超过七个半月的低位 离岸价也跌破了7.31的水平 如果人行在债市放大招 预计会有利于收缩 中美债之间的收益率的差距 给人民币带来支撑 对于人民币的走势 您什么样的看法 确实就是央行的话 如果是在债券市场放大招的话 那么对于汇市而言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一十二条 效率来讲的话有利于一个压力 那么最近来看的话 确实我们五月份的金融和经济数据走弱 包括六月份的这个PIM的数据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弱的 就导致在整个汇率市场来讲的话 近期人民币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贬值压力 那么特别比如像离岸价跌破 这个7.3以后 那么市的市场来讲的话 确实对于央行的出手干预 汇率这方面的这种必要性是提高的 但是如果说通过债券市场的借债来讲的话 去操作的话 那么使得中美的利差进一步的收缩 所以客观上来看的话 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开始下降 它的贬值压力 那么当然的话 对于人民币汇率 其实我们一直看三个方面的因素 就第一个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的前景 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 下半年应该来看的话 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其实是会慢慢的会修复的 所以可能会下半年来讲的话 特别三季度来讲的话 可能会使得全年经济增长 处于一个修复最快的阶段 那么这使得就是说 人民币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其实是能够逐渐的得到一个环节 那么另外的话 从美国经济本身而言的话 那么可能会看到美联储 会在未来9月份之后 可能会逐渐有这方面的降息 这方面的预期 也就会使得中美的利差 这方面也会进步的收敛 那么从金融条件来看的话 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消息来看的话 从中期来讲的话 是进步的走稳 那么第三层面来看的话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交易层面 也就是说其实 美元指数的波动 也同样会给人民币的汇率 带来一定的压力 那么特别是今年 美元指数的震荡的上行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给人民币的被动的这方面 走遍来看的话 带来一定的传道 那么因为美元指数本身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横聊了 美国经济和欧洲 相对于美国经济 相对于日本等等的 这方面的变化 其实日元最近的 这个加速的走遍 其实很大程度上 对美元指数来讲的话 有很大的托举的作用 这也就是说 使得从交易端来看的话 对于人民币汇率 从在离安市场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觉得 在7.3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应该来说 还是一个短期偏 仅平和的一种状况 那么往后面去看 应该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可能会 波动会收敛 那么可能会 回到这个7.2左右的附近 在股市方面的 A股三大指数 震荡调整 两市成交比上一天 要缩减了超过600亿 到只有5800亿 是近10个月的新低 目前市场的动能不足 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未来的行情怎么判断 如果从整个市场表现来讲的话 其实包括像我们 后率来看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就在于 这个中国经济的增长 修复呢 其实低于预期的 年初的时候 特别在3月份左右的时候 整个经济的市场来看的话 对经济的修复 其实有比较强的预期的 但是等到5月份的 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 出台以后 那么我们发现呢 就是说内需的增长修复比较弱 特别比如说像 几个地方政府 专项债的发行的 力度和节奏的低于预期 包括其实像我们的 超上级的特别国家的发行 也是从5月份之后才启动的 所以这个结果就会使得 财政发力的这个 节奏呢 相对来讲的话 在上半率比较慢一点 然后呢 比较大的力度 可能就是在三季度 所以这个结果来讲的话 就会对股票市场 短期来看的话 经济数据所反映的结果 是需求有所比较弱 特别内需比较弱 就导致大家的预期比较弱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前期其实整个市场呢 对于这个利率 低利率时代的话 红利资产呢 有过比较大的追逐 那么当红利资产呢 涨到一定程度来看的话 其实也同样有 获利了解这种态势 所以在红利资产 在开始有所回落 然后呢 整个其他的成长性资产来讲的话 其实缺乏 这个新兴的这种方面的 出发的因素来讲的话 那么会市场呢 写住的会写住回调 那么当然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 风险基本的释放的也差不多了 只不过就是说 交易量比较低 然后市场情绪比较低迷 那么可能会从 短期来讲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 这个地量 借低价这方面的这个风险 但是从中期维度来讲的话 应该来说 现在其实是一个逐步布局 和买入的一个好的时机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可能会看到今年 整体的经济修复的预期 其实在三季度来讲的话 会慢慢会就在强化的 因为一季度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5.3%的时机 增长的预期 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么全年实现5% 这方面的增长 其实应该说毫无压力 所以往后面去看的话 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修复的 这种态势 其实是还是会有利于 基本面的这个 逐渐的慢慢修复 另外的话 9月份市场预期 每年处降息 这方面的力度会加大 就会导致 海外的这方面的 这个因素来讲的话 对于A股市场来看的话 会更加有利 只不过就短期 心情是有点弱了一些 谢谢马群胜先生的解读 为了6月份的服务业继续扩张 但是扩张速度 创8个月以来的最慢 由财新和标普全球 共同发布的6月份 财新中国服务业PMI 报51.2 虽然比5月份回落了 2.8个百分点 但是仍然连续第18个月 处于扩张区间 服务业供需两侧 仍然维持扩张 但速度都有所放缓 其中新订单指数 在扩张区间内 回落到了近4个月的新低 外需放缓的幅度 小于总体需求 新出口订单的指数 比上个月创下了近一年高点 稍微下降 结合此前公布的制造业PMI 6月份综合PMI报52.8 较5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 稍后回来关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拒绝就降息给出时间表 欧洲股市普遍上升 欧洲大陆股市的表现超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评论 被市场视为偏割 提振了市场信息 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收高 标普500指数 首次收在5500点的整数关口上方 并且是今年第32次创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历来首次 收在18000点整数关口上方 苹果和亚马逊双双破顶 不过英伟达收跌超过1%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当局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但是拒绝就降息给出时间表 而欧洲央行行长拉教德表示 需要时间来评估通胀的不确定性 并且不急于进一步降息 在葡萄牙新特拉举行的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 行长拉加德表示 经过6月降息0.25厘之后 当局不急于进一步降息 出席同一会议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美国在降通胀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但他希望看到更多数据才有足够的信心开始降息 鲍威尔又说服务业通胀更具粘性与工资相关 又指美国继续拥有稳健的增长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看到了朝着改善劳动力平衡的实质性步伐 但他提到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疲弱 美联储会做出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政府上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并且制定了多项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 以求维持经济的稳步复苏 韩国企划财政部周三公布 将今年韩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6% 较1月时提出的预期值提高0.4个百分点 主要得益于全球半导体需求的持续增长 提振了出口贸易表现 并且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将会保持强劲的复苏 对于物价涨幅以及就业市场的预期 则是维持不变 为此当局计划投入5.6万亿韩元 约合44亿美元 用于降低生活成本 此外韩国当局还在同一天 公布了下半年经济政策方向 其中在资本市场部分 将为提高股东回报的企业提供减税优惠 同时还准备了一项总值25万亿韩元 约合18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用以扶持小微企业 韩国总统隐姓月称 虽然近期的经济指标已经步入复苏轨道 但还未能转化为当地经济的实际收益 数据显示 由于当局出售干预汇市 缓解韩元的贬值压力 韩国6月份的外汇储备 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 降到了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红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商务部今年以来先后撤销了八项向中国电讯设备上华为供货的出口许可 路透社报道指美国商务部在回应众议员的文件中提到当局今年以来共撤销了包括运动设备和办公家具 以及用于大众消费市场的低技术组件 例如平板电脑的触控板和触控屏幕感测器等 共八项涉及华为的许可证 路透社早前报道说 当局已经撤销了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高通 向华为供应芯片的出口许可 主要针对华为的手提电脑和智能手机 中方当时曾经批评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针对特定中国企业一再采取无理制裁打压措施 并指挥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联合国旗下的组织星期三表示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领域 中国在专利申请遥遥领险 世界知识产权机构在星期三发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全球有超过五万四千件 生成式AI的专利申请 其中四分之一是在去年提出的 中国在申请数量上超过三万八千件 是排第二位的美国超过六倍 至于韩国 日本和印度分裂第三到第五位 中国的专利申请覆盖范围广泛 例如自动驾驶 出版到文档管理 组织的专利分析经理夏立逊指出 除了能仿照人类对话的聊天机器人 被零售和其他行业广泛应用外 生成式AI有前置为其他的经济领域 向科学 出版 交通运输或者安全行业 带来变革 近日内地有楼市研究机构 发布2024年上半年市场总结 以价换量带动二手房销售 表现持续好于新房 有专家指出 上半年内地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 有降转升 价格止跌 不过总体处于偏低位的水平 仍然需要进一步提振 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内地百城新建住宅价格 累计上涨1.24% 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3.61% 以价换量带动二手房销售表现 持续好于新房 有专家认为 4月市场交易量数据相对较差 5月开始政策效应的释放 拉升了市场数据 北京上海等地 二手房和新房交易量 呈现积极回升的态势 价格方面 目前止住了房价下跌的态势 买房的咨询量 签约量都有所增加 当然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交易量和这个价格 一个呈现U型 一个呈现L型 这样一个企稳向好的一个态势下 也要注意到一些新的一些市场的压力 比如说当前整个这个市场的数据 总体还是一个同比下跌的一个态势 尽管跌幅有所收窄 但是总体还是一个偏低位的水平 这也是我们后续要进一步积极提振的一个内容 对于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展望 严远近表示 二手房交易表现良好 对于下半年新房交易有积极影响 他认为虽然7月是传统的房地产淡季 但有可能会对一些大城市居住质量高的新房交易进行提振 总体上看 严远近估计下半年能够延续企稳复苏态势 呈现出较好的销售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行情 凤凰卫视刘君主刘家号北京报道 香港国泰航空行政总裁刘邵邵波 在2号表示 国泰已经按照计划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将客运航班的数量 恢复到疫情前8成水平 国泰指出 将如期在明年第一季达到100%的水平 同时计划在明年初之前新增10个航点 其中在今年的8月、10月以及12月 将陆续恢复宁波、利亚德以及凯恩斯的季节性航班 林绍波又指出 将在部分的航班额外增加一名机舱服务员 以此进一步的提升服务 另外国泰正在部分航班上测试商务舱旅客 以及钻石卡会员 免费使用飞机的无线网络服务 如果成效满意 会在未来几个月正式提供这项服务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